林心如前段时间绯闻缠身 霍建华不幸受牵连 当时还有人支持他们两人离婚 不过之后在一系列的大事件之后 关于林心如的消息便慢慢沉寂了下来 不过霍建华的一段采访却被人翻出 说他在故意针对杨幂 霍建华和杨幂合作的戏并不多 仙剑七下转三算得上是首次合作 今年又继续合作了电影《逆世营救》 尽管只有两部剧 但都给两人带来了不少人气 当时霍建华和杨幂在为电影《逆世营救》做宣传时 曾接受一个采访 虽然两人都显得很轻松 但是霍建华直言杨幂这个人就是很表面的 都不跟人交心 却让一旁的大秘密十分尴尬 最后杨幂也只好说 我这人就这样没朋友的 其实我们知道杨幂近几年已情商闯天下 虽然说话直 但是没有明显令人讨厌的点 处事也很理智 可能恰好是对所有人都面面俱到 所以才会有让人难以靠近的气场 之前曾与他一起合作过三生三世的小阿里也说 在片场和赵又廷玩的比较好 还说和霍建华合作致命倒数的时候 霍建华对他很好 而对于剧中作为母亲角色的杨幂却只字未提 所以也有人猜测 在剧中他们的母子关系是演出来的 现实根本不亲密 但是小编认为 不管霍建华和杨幂如何 作为演员 做好自己本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 至于好不好相处 都是外人评价的 没有参考依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